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ayPal公民新聞報 有一群來自各地的志工 為了響應公益團體 為獨居長輩送年菜的募款活動 是不畏寒流帶來了精彩表演 現場還有遊戲與意脈活動 感動了不少民眾 他們紛紛以行動來表示支持 超級寒流來襲 全台許多地區都看得到雪景 如此嚴寒的天氣 卻有一群來自各地的志工團體 為響應華山基金會豐原站 舉辦為獨居老人送年菜募款活動 不為寒冷賣力演出 甚至是緊穿著輕薄的舞衣 為大家表演肚皮舞 今天在這麼冷的天氣 然後進行這個活動 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希望藉由我們這次的熱心公益 然後可以讓華山基金會 有這麼多的款 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就是在過年前 我們要幫我們服務的獨居長輩 以及我們華山基金會募集 一百零五年的長年服務經費 那今天天氣真的很寒冷 然後可是很感謝這麼多的志工 還是就是不畏寒冷 然後出來這邊幫我們熱心 熱心的意脈這樣子 志工的熱情感動了許多現場民眾 紛紛以行動表示支持 大家的愛心在這場凜冽的寒流中 散發出陣陣暖流 就剛好寒流來 然後想到這個獨居老人 禮食的問題 然後讓他們做一點溫暖的 因為我之前也是 去投入戶接受別人的幫助 然後現在有能力幫助別人 就敬自己的溫小力量 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還是覺得很溫暖 因為內心是溫暖的 因為就是愛心本來就是要不會 不會寒冷嘛 對 所以還是覺得很溫暖 緊鄰於臺東縣三仙台風景 特定區的積灰 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是熱門的觀光景點 不過近期有開發案要動工 讓當地部落族人 擔憂生態環境會遭受破壞 而且部落的傳統文化生活 也將受到影響 緊鄰於臺東縣三仙台風景 特定區的積灰 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近期因為受到開發案 進入的影響 帶來當地居民及部落族人 在生活空間上的限制 以及文化的衝擊 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比西里 有那麼多珍貴的地方 有一些遺址 然後有一些 史前時代留下來的一些遺跡 或者說老人家很常用的 一些傳統領域 由於積灰的海岸地形特殊 雖然吸引了不少釣客 及衝浪客慕名而來 但對於開發案的進入 外地人則持保留態度 現階段積灰地區已有兩大開發案 正在進行評估以及審查 而這兩者雖然皆通過環境評估 卻都未在三年內動工 因此環評遭駁回 另外保盛集團未收到 動工許可知公文 就擅自進行開發 引起居民強烈反彈 開發案帶來的經濟效應 是否能夠提高部落青年的就業率 目前仍是未知 但部落族人則表示 希望青年能回鄉創業 東部是台灣的 最后一塊淨土 但面對眾多的開發案 接踵而來 政府面對財團與當地居民時 需保持公益而不是兩套標準 自然與文化的資產 需要大家共同的經營